無無北京利益,港變身規避制裁樞漏,做變控,野穿國際主席,獲准返港,港無得萬谷如所內,仲刀望。 感謝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麗文。今天是7月24日,星期三。 觀眾朋友大家好,你是否厭倦充斥著暴力和不良內容的電影和電視劇呢? 現在,乾淨世界影視平台為你提供一個全新的選擇,乾淨世界影視平台精心挑選每一部電影和電視劇回歸傳統, 只力於為你呈現順正、積極向上的影視內容,傳遞傳統價值觀,讓你從拾經典至美、無不良的內容,為你和家人提供一個安全的觀影環境。 現在註冊,使用希望之星專屬優惠碼,即可享用15%的折扣。 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的最新報告指,香港試驗在協助俄羅斯、伊朗和北韓繞國西方禁令方面發揮樞流作用。 美國智庫茲姆斯頓基金會研究員張昆陽指,失去政治自由的香港,以轉向服務中共的國家利益。 報告研究華盛頓研究機構高階國防研究中心收集的公開資料及其他開源數據後發現, 香港出口俄羅斯的貨品額道,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幾乎上升一倍。 而在去年8月至12月之間,香港更出口價值近20億美元的貨品給俄羅斯。 當中近四成貨品涉及電腦記憶晶片及控制器,很可能協助俄羅斯生產導彈和戰機等軍備。 報告點名香港一名叫做Priaculino Limited的公司,名義上出售肥料及煤炭, 但卻出售了數以百萬美元計的合成電腦被制裁的俄羅斯公司 Priaculino Limited的公司董事及股東美聯刀轉變,質疑其只是一間用來 折蓋與俄羅斯有關的貿易掩護公司。報告點名另一間香港公司 試驗向伊朗軍方供應電子零件,指該公司受美國制裁後數日解散。 但一年後,其負責人成立的新公司 ETS International持續運作資金,公司及其負責人暫未受美國制裁。 此外,報告指香港公司長期支援北韓的非法航運活動, 促進船隻轉運及偽造船隻身份,以逃避國際制裁。 作者美籍律師貝奇心在報告發表會上指,俄羅斯、伊朗及北韓與中共是共同合作的盟友 即使他早已清楚香港的角色,但找到的證據之多,仍然令他震驚。 貝奇心批評這些香港公司,藐視制裁,公然扮演全球穩定的破壞者, 認為在北京鎮壓下,香港一佔順從中共的後果。 美國智庫詹姆斯頓基金會研究員張坤洋指, 中共利用香港來擾過國際武器管制以優先例, 當下失去政治自由的香港,連經濟也被吸納入台灣區。 服務對象已從700萬市民轉向中共的國家利益。 美國哈德孫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埃洛斯則建議, 將一些協助會被制裁的中國或香港銀行列為有重大洗黑錢而慮, 以進一步對港府及商界施加阻嚇作用。 外媒證實,去年9月起被禁止離開大陸的日本野村國際香港分行, 中國投資銀行部門主席王仲賀近日獲准離境已返回香港。 金融時報日前透過3名知情人士證實,王仲賀已經回港。 報導引述,其中一位最近和王見過面的銀行家表示, 他覺得還不錯。 不過,目前尚不清楚金令何時解除, 野村國際拒絕就事件置評。 中共外交部亦暫無回應, 王仲賀在2018年加入日本野村國際前, 於2011年至2016年間在中國工商銀行國際工作, 從事金融行業近30年。 其中20多年從事和投行相關業務。 英國《金融時報》去年9月引述知情人士報導, 王仲賀被禁止離開中國,但被允許在大陸境內旅行,未被拘留。 有消息人士是在華興資本創始人前摩根士丹利和瑞士信貸銀行家 包凡失蹤幾個月後傳出。 外界推測,王仲賀被禁止離境,和他在公行國際任職有關。 當時,他和華興資本前高管松林同在這間銀行工作。 而松林則在2022年被中國證券監管機構傳換後租拘留。 《金融時報》報導指, 北京對王仲賀這樣的資深人物實施出境禁令, 令香港金融界不寒而律, 也進一步打擊海外投資者對中國投資環境的信心。 正在紅館舉行的UME鄭秀民世界巡迴演唱會香港站 竟然減門票,警方日前拘捕五名事主均維持雙情證大陸男子。 警方表示,近期招獲多宗市民報案, 指在網上及表演場館外, 分別以現今或網上轉賬方式購買表演活動的門票, 將嘗試被表演場所告知門票失效, 並確認所購買的是虛假門票。 經過調查,警方鎖定一名疑犯, 並於上週五預蓋名疑犯再次出現於紅磡體育館場館外時, 採取拘捕行動,同時拘捕另外四人, 據悉五人年齡由31至46歲,均為大陸人。 試驗售賣共八張演唱會虛假門票, 三名受害人,損失金額介乎1500至3300元, 合共損失約8000元。 警方指,涉案的假門票仿真度十分高, 模仿了官方門票的防禦特徵, 包括紙質、字體、水印、二維碼和雷射防禦標籤。 為假門票印有相同座位編號。 目前五人被控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暫莫准保釋後查。 一名24歲香港女子上週四, 被發現死於泰國曼谷所內, 屍體有多處倒傷。 當地警方以涉嫌謀殺罪, 拘捕她的香港男友。 根據傳媒報導, 死者是一名歐亞混血兒香港人, 持有瑞士護照, 經常為外國牌子拍攝平面廣告。 她的男友威也是香港人, 18日傍晚約6時15分。 一個位於曼谷霸衛豪宅區的遺所, 傳出女性慘叫聲, 引起鄰居報警。 警方說到現場調查, 發現Varantelan身中狗刀, 最終雙重不治。 警方懷疑死者被謀殺, 所以拘捕她的男友威。 不過威在接受調查時堅稱, 女友是自殺身亡, 否認殺人。 閉路電視片段顯示, 案發當日下午約5點, Varantelan曾在御所附近溜久, 並無異樣。 而為駕駛的黃色試駕車, 在案發時一直在御所附近徘徊。 香港入境處23號稱, 以透過當地外交部門了解事件情況。 截至目前, 入境處未收到香港市民求助的報告, 但將繼續與相關機構保持聯繫, 密切關注事態發展。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點讚及訂閱。 歡迎轉發, 這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再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